不要去過啊 有沒有 熱物有上到第十一章嗎 有沒有 熱物有上到第十一章嗎 有沒有 好吧 那平均位移的分布這樣如何理解嗎 平均位移的概念 有辦法理解嗎 可以嗎 一點聲音都沒有 這個背景噪音可能給三十個肥都沒有 三十分類的聲音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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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到是沒有任何一個人 或者是一個人緊緊的在上課 到上面去嗎 好恐怖的 能理解這什麼東西嗎 可不可以 不可以 蛤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不知道這是為什麼是不是 不知道 你不知道 好 從頭開始講 來 我們假設今天能量呢 經理的震盪應該是二分之一 KH0方這個理解吧 因為彈簧嘛對不對 好我們今天講經理學如果說 他有一些非線性的效應 就要加上三次下 三次方能量下 再四次方能量下 好 因為經理的震盪並不是這麼的完美 二分之一 KH0方是什麼 一個寫正值而已 對不對 假設你旁邊再把好幾個寫正值呢 他會互相影響 對不對 還有一些其他的相應產生啊 甚至一些彈簧都會磨損 對不對 這是所謂A糖毛鈴的下 了解吧 所以有三次方的四次方產生 三次方是代表的是一個排斥力的一個下 四次方代表的是我的能量在大的這個震盪的時候呢 他不會震盪這麼大 他的能量會所謂的軟化 就是好像沒有那麼強的一個下 那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還要另外的一些量子力去給你說法 不過基本上就是能量的軟化 這一個呢 是一個排斥力的下 外加的 好 所以整個能量下寫了這樣的形式之後呢 那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要去算平衡點的位置 平衡點的位置跟什麼有關 跟他的能量分布是有關的 假設我今天平衡點 假設我今天兩個原子在這邊 那你有點這樣子 如果說 我有一一點點的偏移 都偏的這麼多 偏到這邊來了 對不對 我的中心呢 就有點問題了 那我是不是就會產生一點點能量 對不對 我分布 那偏的越多 我能量就越多 對不對 可是我偏的越多的機率呢 相對也是一個越少的 所以它是一個Exponential Detail的一個形式 能夠理解嗎 如果它不是一個Exponential Detail的形式的話 那就是慘了 為什麼 因為我可以 我每一刻一直可以離很遠 離很近近都沒有關係 嘛 了解嗎 一個經理為什麼經格常數會固定 因為這個經格常數告訴你說 它的能量是最小的嘛 假設我是可以任意分布的話 那我們的經理就不會有固定經格常數嘛 對不對 那什麼樣的函數最能夠描述 它一定要在那個位置上 是不是就是一個Exponential Detail 我只要偏一點可能很壞了 就不可能分布在這種距離上 了解嗎 可以嗎 好 所以呢我們怎麼去講 平均的位置 是不是總分部數目 對不對 分母是總共分數的數目 分子呢 是S乘上 某個 S的能量下 把它全部加起來 去平均掉什麼呢 平均掉總共的分數數目 這樣可以理解嗎 可以嗎 我們總算明定值的 我們只能算一個東西的平均值 知道嗎 只能算一個東西的平均值 是不是 下面的總數 然後呢 上面是什么 X 這個是x0.1的算法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嗎 x0.1的算法是這樣寫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 了解嗎 可以啦齁 好那我們就來算這什麼東西 剛剛的u 剛剛的位能 把它帶進去 忘了講 beta可以kvd1分之1 這個我應該用過吧知道 beta kvd1分之1 好我們就來算這個東西 那第一個項 怎麼算呢 學一下齁 我們說我們的第一個項是寫成 一樣是負infinity到infinity x的exp 負的beta u of x x 它就可以寫成 負的infinity到infinity x exponential的負 beta cx0方 減掉gx三方 加上fx的四方 減掉fx的四方 減掉fx的四方 好 好這個是這個 我再清楚把它寫一下齁 這個影片 到影片 x xx2 賦掉beta x0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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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麼寫 因為這項是傳統的基底正當下坦 這項CS0方 CS0方來有什麼 原來是2分之1Kx0方 這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們把後面這項把這個態度展開 就會變成什麼 然後後面的高次項全部都把它忽略掉 這次做什麼 第一階而已 第二階就不管他了 因為這個基金很小 不需要再做到第二階 來 到底有什麼問題 請說 你說什麼 Beta Beta 所以把它拿下來 Beta Beta 現在 再來 把這個 Beta 承在外面把它拿下來 好 沒有問題 為什麼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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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Beta Beta Beta 我做Tike的展開啊 沒有Tike的展開啊 這下 單獨Tike的展開 不是E加上 Beta的GX三方加上 Beta的Fs四方加 Beta的Fs四方加 一加 那高次項就不要了 高次項就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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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這樣 那個項 它要怎麼樣 什麼問題 就是Explanet的Tike的展開啊 可以嗎 上面寫什麼 哪個上面 最上面 Beta的上面 CX的來源是 原來台灣的2分之1K108 你再耳到前面去 你剛剛就沒有聽懂 我們 這是正經典的震盪能量 最原始最原始的 我們假設是 2分之1K108 對不對 那我只把2分之1K 用C來代P而已啊 這是第一個項啊 了解嗎 我只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把它分成 這兩個東西 本來不是寫好好 三個都寫在一起嗎 你要開的展開 就一次全部開的展開嗎 可是為什麼不這麼做 不這麼做的原因是 因為二次項 是本來我們在講進一陣盪 它本來就是一個 相對比較大的值 所以呢我們把它提出來 那後面這些呢是 非線性的效應 mharmonic 非和諧的效應 所以它比較小 因此我們把它做開的展開 而且只取到一次方而已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所以呢 就寫到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 那這樣怎麼會不會做 會不會做 這會不會做 啊 我寫成 我繼續寫下去 大家就知道怎麼做了 好 假設各位同學 我覺得現在還能修的話 應該不會做的 好 這怎麼做 這怎麼做 會不會做 我們先想一個東西 這個 你們講前件的一個東西 假設我先欺一個 付0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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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 跟到阿彌的姿態 對 好 對於這個高師分部或是中情分部 我們唯一會做的積分 不然他就是什麼 不然他就是什麼方式 假設他不是積無窮大到無窮大 不是積到無窮大的高嗎 然後你不能緊對不對 你要卡掉 那如果是的話就是跟到牌分 不跟到牌群阿彌 對不對 好 那這整個式子呢 怎麼做 怎麼做 知道嗎 有三個項要記 你真的要記三個項嗎 想想看 我確實要記三個項 我基本都忘了光了 ispanel 這個是一個對稱的函數對不對 乘上s 呢 s 從負五線大到五線大 所以我這個要不要記分啊 正負會消掉嘛 對不對 好 這是我實相 這又是一個其次相對不對 所以正分負又剛好怎麼樣 理消了是用清諾是要記哪一個 記中間這一個碼 不知道自己中間這一個碼對不對 他叫做什麼機 說它叫做什麼機 找它叫做什麼機 好 把βg拿出出來就換了 不要回條式 好 好,x四方exponential-βcx0x 好,這什麼積分? 這什麼積分? 這什麼積分? 我們現在已知這個東西嘛,對不對 你有沒有辦法可以去解這東西 當然最快被攻勢嘛,對不對 對不對,不被攻勢怎麼辦? 不被攻勢就耍賴啊耍炸啊 對不對,怎麼耍賴耍炸 知道嗎? 怎麼做? 假設我把X26-βcs0x 對β26會變成什麼東西? C 假設人家變成貝塔喔 對貝塔多的資格會變成什麼 C平方S四方 C平方S四方然後呢 不然剛好來不夠消掉對不對 所以會變成什麼 C平方 C平方S四方 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把這個資格對貝塔為分的話 我等於會多了兩個C平方 所以我這邊再除一個C平方掉對不對 這個四就可以跟這個四完全相等了 看得懂嗎 可以喔 還是有機要很好 因為要投空出的時候 東西要超好用的喔 好在這邊 好 好 繼續喔 繼續喔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 變成什麼 C平方 貝塔的距離 我把它提到外面的距離 attribute 從2 in讓我從 rational 那是真正的 對嗎 然後這等於什麼 這符就剛好等於什麼 然後呢 後輩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好 現在阿發是什麼 阿發是什麼 貝塔系嗎 這樣不就寫出來嗎 用很繁複的回擊的方法 對不對 所以最後寫出來就可以了 我一想試整理一下 我一想試整理一下 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答案 4分之3 然後呢 4分之3去 然後分號 拍7的5次方 然後 背他的三四方 所以這個 完全沒電了 所以這一下是這樣的來的 這樣會做吧 可以吧 扣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沒有人回去自己都不會做 其實用這個方法就可以做了 非常簡單 偷吃步 那這邊呢 這就不用講說 剛剛已經知道大家在這個東西了 對不對 所以最後呢 平均位移一樣 是上下相處 就可以等於 3G4CMT 所以我的位移就正比於什麼 這些都是常數嘛 G是常數 C是常數 所以我的平均位置 正比於溫度 所以我這樣 其實不是會變成線性的嗎 有沒有 這樣就靠近 它就是一個線性的詞 一個線性的詞 好 好 那我們簡單看這張圖 再一分鐘 所以看到 其實我們做雅氣的時間 真的 它就是一個什麼 完全是一個線性的情況 OK 好 這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十分鐘